如果你正好碰到坏人在干坏事 你想找点帮手一起阻止他们 你最希望哪个电影角色正好在旁边 以下我例举了七个人 你看看谁会是你组团的第一选择 第七名 罗夏 来自守望者 他带着一块可以变化罗夏墨迹测试图案的面具 明场面是 他进入了监狱 一堆犯人朝他喊 罗夏你终于和我们关在一起了 他回敬道 你说反了 是特么你们和我关在一起了 第六名 威怪客 来自电影威自仇杀队 戴着个微笑刺客的面具 说话很文雅 非常有礼貌 第五名 超杀女 这个角色来自一个很另类的英雄电影 叫海扁王 这个超杀女又名暴力罗莉 年纪很轻 个头不大 下手没轻没重 第四位 特警判官 1995年史太龙主演的科幻片 在片中他扮演一个未来的虚拟角色 即和法官警察和刑刑者于一身 从宣判到刑刑几秒钟搞定 绝不拖泥带水 第三名 蝙蝠侠 这个不用我多介绍了 如果对他的做事风格还不够了解的话 你可以尝试那疫情过去 解禁后 有机会跑到歌坛市夜晚的街头 你朝某个商店橱窗扔块石头 当蝙蝠灯亮起的时候 你想把那块石头吃了的心都有 第二名 恶灵骑士 骑着摩托车 激动的直冒火 有情提示 如果不是那种纯洁到不行不行的人 你千万别看他的眼睛 而第一名 他来了 弗兰克卡斯特 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 你应该记得他的外号吧 惩罚者 他是个暗黑超级英雄 别的英雄都有超能力 他不玩这些虚的 他的超能力是超级狠 以上这七位 谁最让坏人胆寒呢 如果你觉得这些人还不够劲 这份名单欢迎补充 我例举的这几位都是国外的电影角色 不知道这些友人们喜不喜欢吃Chinese BBQ 俗称烤串 如果愿意吃的话 我请了